你不拍這些電影 你新聞不報這些事情 你代表它不發生嗎 日日發生著的 這些社會議題永遠不會完 是不是要繼續拍下去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瘋老正傳》 其實它是我自己的一個 延續到現在的遺憾 新導演裡面的兩位 簡君俊和徐謙 都是非常理智的 肯聽人意見 導演關注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挺好的 你會關注這個問題 那就鼓勵他拍 要盡量協助他 讓他的劇本好些 或者剪得好些 盡量給他發揮 其實他是考牌的 例如《白日之下》變性侵 其實你不需要拍 感覺就知道 你可以拍成怎樣 但是那些洗澡那些 我有鼓勵他拍 我說不怕的 其實 就算你真的拍到下身 其實觀眾我想都會接受 因為書特地名單 我們大家 我就說 你那件事真不真實 書特地名單 整個讀器室裡面的女色 你會覺得是什麼 你不會去到色情那邊 所以那場老人交道 我覺得不是很大的問題 也不要太勉強 出來做到震撼性 就可以了 他們初出都會害怕 比如說這些問題可以不可以 例如電視日記那些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不拍這些戲 你新聞不報這些東西 你代表它不發生嗎 那些事 天天發生著 因為他去找題材 其實他一定要找身邊的題材 其實在一個城市裡面 找出了很多寫實片 至於拍寫實片這方面 我想是因為我其實 都算是基層出身 就是我在九龍城大的 也都可能我自己對 比較八卦 就是我很留意社會上面的事 寫實片 就是我自己的癲腦症轉 其實它是我自己的一個 延續到現在的遺痕 我是傾向了 可以說是賣農 或者我不經意地 拍了很暴力的東西出來 後來我才了解 其實那部戲出來 是破壞了很多社工的工作 中途宿舍這方面 我再自己看回 我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拍 我不會這樣去拍暴力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遺痕 當我越了解多了的時候 其實有暴力的精神病患 是極少極少數的 比常人少 我希望看過的人 其實已經淡忘了 對他們不會有影響 這些都是要難念 那你如果說 癲腦症轉到八日之下 到年少日記 這些社會議題永遠不會完 你是不斷地拍下去 隨著這個時代 就是看新聞 這個世界這麼沉重 拍多些娛樂給觀眾 逃避現實 是可以的 我覺得應該要做這種事情 拍多些喜劇 商業性的事情 電影是被人脫離現實生活的 但是我又不覺得 完全不可以觸碰這個題材 我想唯一的價值就是 我們是用電影 是不會改變到任何東西 我們只可以提出問題 這個也是我經常去談的 就是近期的兩步 八日之下 和年少日記 因為如果我們提出一件事 是令到觀眾 香港市民 你稍為去關心這個問題 大家關心的話 可能會推動到 政府在資源方面 可能做些事情多些 那 我覺得這樣已經非常好了